所有网络购物兴起 民众越来越习惯直接上网购物 不过面对层出不穷的网上购物纠纷 该如何维护 奖量化商法先锋的单元 这礼拜继续请到专利律师王松峰 深入分析 网络购物纠纷 消费者如何避免 东森热门节目奖量化商法先锋单元 本周继续邀请到律师王松峰深入解答 消费者他们不要认为说 因为是在平台 这个平台上面买卖的东西 这个平台会做任何的法律行动 因为王这个平台 它等于是第三方 不管它只是一个platform 让你去做网络上面的生意 至于网络购物如何维权 王松峰律师也提醒消费者 小心谨慎最重要 假如是说你要去跟 Bit a Business Bureau 就是BBB要去申诉的话 你要知道BBB它不是个法院 它只会拿你的这个opinion 然后去做他们一些investigation 但是不要指望说BBB会做任何的法律上的行动 然后把你的这个钱给拿回来 而来去晚单元 拉丁假期执行总监Anthony将特别介绍 玻利维亚之旅中充满文化底蕴的 更有热门单元就在你身边 本周邀请到AE许氏集团总裁 说明如何打造出真材实料的鲍鱼面 我们的泡面都以中药材为基础 然后再加上一些配料 比如是说我们有这个鲍鱼面 有肉骨茶面 敌王鸡面 这些都是以药材为主的 奖量化精彩单元 本周六晚间8点新闻台首播 超市无线台34.5频道 周日同一时间播出 敬请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